大家好,欢迎来到临时小学校的如何自学城市设计的课程 我是讲师Ted 浩天 在这个课程当中,是由我新美式的国中生 来跟大家说千年来自学城市设计的经验跟美感跟资源 那自学城市设计呢,它其实非常仰赖开放的资源 像网络上那些部落格或是影片都非常重要 那这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假设今天就上一门课 上一门推广部啊或是一些资讯补习班 那他们都会给你一个方向,一个面向的看法 比方说他会给你,告诉你这个指标什么用会比较好 都有一些信仰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开放资源 就会变得比较,你就只会听老师的内容 那如果你只听老师的内容的话 学习就会比较没有太广泛的这个看法 所以如果你可以善用这些开放资源 那在学习上就会变得更加有利 因为你就可以得知更多面向的看法跟做法 就不会有一些,因为括号要不要下方就被骂这种 那我是陈旅浩天,目前是14岁的国中生位于新北市 那我同时是台湾开放交易推动团队的发起源兼制造工程师 也是临时政府社群的参与者 那我也在进行一些异群影像学的研究 同时因为我热爱这个贡献跟聚焦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加入了临时政府,这是我加入的动机 那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自学城市设计会这么重要 其实自学城市设计呢,它重要的点在于它可以做事 就是假设你今天有一个想法 你不一定要找其他人来合作 你当然可以,只是你如果可以自己做的话 你可以先做出一个最小可行的产品 最小可行的产品之后你再去跟其他人做合作 做进步,这样可能会更好 所以呢,自学城市设计有三个很重要的点 第一个是你可以做来解决议题跟问题 比方说呢,我今天来上这个林小学校的公民课程 一方面可能是要做专案,想要做专案 一方面有可能是想要对公民科技、公民议题有点了解 那如果你们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处处都是坑 所以呢,如果你要解决这个议题跟问题的话 你就需要一些这样的资源 就是这样的能力,像城市这样 所以呢,你在解决议题跟问题的话 你如果有一个想法 你可以先做个雏形,做个MVP最小可行产品 那这样子就可以 maybe解决到你那问题的一部分 那接下来再做进步 所以城市不只是自己就业或就职 就是就学就业用 你自己也可以拿来做一些专案或是做一些贡献 那如果你想要贡献现有开人专案 像是民事政府的Github上面各种专案 你如果看到,这个好像觉得可以帮忙修一下 那如果你进入城市,你就可以直接帮忙修它的城市 而不是单纯开一群,你可以直接开PR 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你这个城市可以怎么给 然后告诉他,给他一个档案 除了这两个比较在社会跟社群之间的关系的原因之外 你也可以拿来做自我经济跟个人学习 就是假设你今天想要学一点东西 你可以拿来学城市 那这个城市可能就会为你未来的一样 就学就业会有帮助 或是在做出案也会更有帮助 所以学习的这个流程呢 其实我们一定会产生兴趣 就是现在应该在听这个课的人 大部分是有兴趣的 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可能是想要找到这个兴趣 那如果你想要产生兴趣 你就必须要先有一个动机 或是一个目的吧 那当你有这个目的 就是动机之后 你可以去做资源查找 先爬个文 然后确定自己学的内容 那接下来你爬完之后 你就可以学习规划 学习规划这个部分 是在城市学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你必须要知道你要学什么 你要用什么 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 这些待会在后面都会提到 那有了学习规划之后 你要定期检讨 并修改自己的学习规划 接下来才能达成目标 达成目标的时候就可以庆祝了 所以产生兴趣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资源查找 像你要盘点这些 你要用什么资源 这个应该是比较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你如果想要学的话 你不一定会知道你要学什么 很多人就是卡在 不知道要学什么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如何聚焦出你想要的学习内容 具体的学习内容 这个部分呢 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讨论 首先领域 领域你可以分成前端后端软体 咨询安全深度学习各种的领域 那这个领域呢 它应该会有自己的技术 像语言框架 它这个像语言呢 就是软件的部分 我们可能用Python 或是用其他Toline各种语言 那如果你是前后端 你就可以参考它的框架 像前端的框架 那最常见的就是Ria跟View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透过领域跟语言框架 先定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那逆度的部分呢 在看框架跟语言的时候 也要考虑进去 好 所以假设我今天想要学前端好了 或是后端 或是软体 我就举三个做例子 那你可以查frontend 前端backend 后端跟software软体的TechStack TechStack就是 就是技术堆叠 技术堆叠 顾名思义 它就是每一层一层的技术堆在一起 那堆在一起有什么 为什么要怎么做 因为你假设今天要开发一个 情势力软体好了 情势力软体 你不可能只透过一个测试员就完成 你一定需要其他的 第三方套件 或是其他的资源的协助 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个TechStack 你需要用到哪些 你可能会用到哪些 如果查到这些TechStack 它基本上不会是完整的 一定都是一些最基本的而已 那最基本之后 你要往上继续用 那你可能就要学一下第三方套件 所以假设我今天查这个 Front-end TechStack 就会能够离起它的目标的目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TechStack网页 都会告诉你它的目的跟目标 比方说今天想学前端 我可以做到什么 可以有效率在最小时间内完成MVP 或是我想要完成新功能 然后跨平台跨装置的技术 或是重新开发现有的一些专案 把它重现 把它做得更好 这些都是我们在做 学习权端可能会用到的原因 可能会用到的目的目标 所以呢 你可以查到这些时候 在跟自己原本想要做到的事 或自己的学习目标 来做一些比较跟评估 这个是Tech Overflow的Developer Survey 它是一年一度的 这个城市问答论坛上面 它会作为一个开发者的调查 算是一个生态调查吧 那这是2021年的 所以2021年呢 就可以看到有8万多名开发者 协助填写表单 右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technology 这个technology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分享或是看到你想要的这些技术 这个tech stack 因为你可以看到大家是最喜欢用哪些 所以tech stack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可以看到的 那我们刚刚举前端的微秘 这样就可以看到 react是在40.14% check Query在30.42% 那既然你有这些资讯 你就可以去一个一个查 然后问一下你的朋友 哪些会比较适合学习 或是上网爬一下 看一下 maybe两个你在犹豫的 把它们做一个比较 看他们之间的pros and cons 它的好处跟坏处 那Sacroful Developer Survey呢 其实不一定只有框架语言 它也包含了资料库 云端服务 然后开发工具像Git 办本管理或是其他的工具 还有编辑器像现在最第一名 去年第一名是VSCode 那作业系统呢 其实也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如果你想要学深度学习 那你需要用到硬体 GPU的这个影像处理器的控制 那你就会需要用个Linux 会比较可以直接抓到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 这些系统其实也是可以评估的一个点 那这些都是你学习的内容之外的一些附属的环境吧 所以这个其实也不一定要看得这么细 但是你还是要稍微参考一下 来决定你需要用到哪些的环境 好 这条收集 这条收集我们会遇到什么 Google 你们都用Google 那Google很好用 但用的好很重要 用不好它就跟什么都 它就什么都不是了 所以呢 Google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你用的好这么重要 是因为如果你用不好 你就会查到一些无关的资源 无关的内容 那你就会学得更辛苦 第一个例子 关键字过于发散 自学程式设计 网络 这个Google它不会知道你要找什么 它可能就会给你一些 自学程式设计的付费课程 但是如果你想要免费学 你不一定想上这些课程 对吧 所以依照刚刚提到的聚焦自己的学习的内容之后 我们可以得出你要学的内容 你要学的内容一定有关键字 像比方说这里我们取python为例 那python就可以找python学习资源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聚焦起来 让结果符合自己想要的内容 接下来搜寻完整文具整串内容 今天如果搜寻 我要怎么下关键字 找到我需要的资源来学程式设计 这文具太长了 Google它可能会帮你断词 那断词它可能断得不好 就会出现一些 可能你想要的关键字会被切掉 像关键字三个字 它可能就会自动切掉 那你就变成 只会查到资源学程式设计 那这样子对于学习者 是非常的不友善 因为对Google也很不友善 因为它没办法告诉你 你到底明确想要什么 它也不知道你明确想要什么 所以在搜寻完整文具 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非常注意 不要把整串丢上去 Error也是 你如果遇到报错 也不要整串贴上去 你要把它截取部分 或是缩短为关键字 这样子会比较清楚 那程式自学的资源 这样子我们得出一个结果之后 第三个问题 局限于中文资源 如果你今天局限在中文资源的话 老实说你会损失掉很多很多的资源 比方说你今天想要找开放式课程 这个程式开放式课程 结果你打程式自学资源 然后下面设一个条件 搜寻繁体中文网页 这对你来说是 你可能会损失掉一些很重要的资源 很好用的资源 所以如果你 maybe search Programming Learning Resources 然后把搜寻繁体中文网页去掉 也许会找到一些更符合你需求的网页 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些资源 资源一 Code Academy 它是一个线上课程 程式课程 我自己是没有用太深入 因为之前我上了一两门课 它就开始跟我要钱 它说你那个Plan要升级 但是最主要就是我不希望花钱 才会自己学 所以Code Academy 它当时是蛮坑的 但现在其实是不会 现在其实蛮更多免费课程 而且免费方案 也可以学无线门课 所以现在用的话 其实是还蛮划算的 就是你不用花钱 也可以学蛮多东西的 但之前就不一样 资源二是GitHub GitHub它是一个 网络版本管理的服务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程式码放上去 刚开始它只是要做一个版本管理 到后面它已经变成一个是 程式码 原始码分享的一个平台 你要找开源专案 上去找的其实都可以找得到 像民事政府 我们在GitHub上面 也有蛮多的内容 像是网点 然后我们的网站 都在上面 这其实都是 可以找到原始码的一个途径 那你也可以参考这上面的一些程式 它其实也不一定只有你课 它也包含了一些文课的课程 就是我们台大的开放式课程 其实也有 只是它比较分布在社会课 跟文课这边 那MIT OpenCore Spread 其实它里面的资源真的很多 上面还有一些比较深入课程 甚至连基本的Python语法都有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靠影片来学习 想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体验 那你其实可以使用MIT是不错的 那如果今天你是想要学一些比较深入 像是工程制图啊 或是一些比较深入的理论 或是实作 你可以透过这个资源4 活力阳明教育大学的开放式课程 它是全台湾最早有的开放式课程 那也是蛮持续在维护的 它们都会有持续课程上架 那它上面有很多 它上面这里电脑3D建模开放式课程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们的开放式课程其实都蛮完整的 而且会有实作跟一些练习的部分 那接下来资源5是stackoverflow stackoverflow的部分呢 其实是 就我刚刚提到那个developer survey 它的一个调查 就是它们做的 那它们做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它们其实是一个 城市的问答论坛 上面可以看到一些withangular 然后not getting rendered 就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它们遇到的问题 然后解决不了 它们就上来问 那其实不一定要问出问题 不要发出问题 你也可以去找一些 现有的一些问答的条目 你可以直接进去看 这个是不是符合我想要解决的问题 那资源6是programmins 它其实是一个文章式的教学平台 它有一些付费可能 但基本上网页上看到都是免费的 所以像上面这个learn python learn seql learn java 这些都是蛮好用的东西 因为它会用比较文字化的方式 然后又把它的文档 变得比较优可图性 所以它基本上是比官方文档 还要好看很多 因为官方文档有时候比较 不会举例 那它们就会举一些实际应用案例 来给你看 很快的我们来到如何安排自己的城市学习规划 学习项目就是一定要有的就是我们刚在策略那边提到的要如何把自己的学习内容框出来把它标出来 那基本使用资源就是你要使用资源的最简化 就是比方说我今天想要学 那最后我要达到什么目标 那这边我们就直接看范例 今天想要学一个基本的Python刷题 那可能是面试用啊 那面试用我们就会用Vcode来做刷题 那这部分其实都是可以查老的 可是我如果不语法我要怎么学 我用MIT语法课程 但我会遇到一些问题 我要是问谁 我问Python Discord论坛 当我学了一些基本的程度之后 我再来用Vcode做一些题目 所以每个礼拜刷15题 每周做一种模拟面试 半年后对语法熟悉能够开始写专案 这个是一个学语法很好的开始 那如果你要不要做专案 你就可以用前面的语法基础来做学习 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进阶的范例 像今天我想要学深度学习 我用Python 那我想要做的是什么呢 要具体写出来 不然会比较麻烦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做 做的是 传统文字处理 那你就要选好 你要使用套件跟框架 所以如果今天想要做影像分析呢 假设 那就可以用PyTorch 来做一个训练跟学习 那我会使用到基本资源 就是GitHub的参考转案 因为我一定对城市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才会想要去学深度学习这个进阶的套件 所以呢我现在可以先到GitHub上面去找一些其他人写过的专案 并且作为参考来参考他们想使用的 他们所使用的一些技术跟函式 那这部分我就可以做了 做一个参考来 maybe学习其他的一些函式跟应用法 那就可以把它实际应用在后面的专案 那PyTorch的官方文件呢 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具有可图 现在有举例 但是有时候看其他人教学也不错 最基本应该是PyTorch的官方文件 因为它上面一定都有官方的做法跟建议 所以PyTorch它的官方文件是 官方文件其实我们大多都会用到 其实不会用很多 但是如果你学套件可能就会用很多 那PyTorch的论坛其实就是 他们PyTorch官方有自己开一个论坛 那这论坛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一个问答的使用 就跟Sacklerflow很像 只是我会把它问在这边 像OpenCV自己也是有一个自己的论坛 所以你要问的话 其实都可以到这些论坛上面问 他们大多都很热心愿意回答你 那其中的目标呢 假设我今天想要学深度学习 我maybe我是用GitHub来参考别人的专案跟写法 那一定会遇到很多含蓄我不懂 所以呢我就要查答案 所以每两周完成一个专案的程式理解 那一个月完成一个模型复刻 那一年后开发出自己的影像分析 深度学习的模型并开源 这个目标一年后其实是不难的 那每两周完成一个专案的程式理解 这就是仰赖时间的分配跟管理 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比较 是你的时间管理 你有这个规划之后 你还是得要去做一些仔细的调整 细微的调整 那这边我顺便推荐一个Todoist 那个Todoist它是一个代办事项的清单 它可以做重复 所以假设你今天勾了这一个礼拜的 它自动是下一礼拜 你可以随时勾 就是它就自动帮你产生 另外一个我会喜欢的是ToggleTrack 它可以用来确定你做各种事情 比如生产的事情 比如说你今天读书啊 然后再加上一个学程式 然后写个专案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这三个或是各种的 是怎么分配的 你有急趴在做这件事 那你可以去调整 你觉得这样合不合理 或是你可以去做一些 呃 细微的调整 就是是不是要调一下趴数 然后时间分配 这个部分也可以做参考 那 以刚刚的自学Python刷题为例 我们来模拟实际学习的应用情境 假设我今天想要学Python刷题 我从刚开始到的这个聚焦 我要搜寻的东西 我要学习的东西 一直到模拟实际学习的应用情境 我们这样一步一步来做一个模拟 OK那我们刚刚已经有了这个 初步的学习规划 而是程式学习规划 跟方法的一些了解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模拟一次 首先我们要先有一个情境 这个模拟情境呢 就是我今天想要写一个专案 但是要用软体知识 但是我不会 所以我就要学这样的一个情境 模拟这个情境 OK 所以我们已经确认我要学的是软体 那我要学软体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学 所以从语言开始聚焦呢 就是比方说我们先到 Stack Overflow刚刚提到的 这个technology里面呢 我们往下滑 most popular technologies 这个programming, scripting, and market languages 所以这个 程式语言的部分可以在这边看到 那JavaScript是64.96% 可是我想要写完题 所以HTML Thesis更不可能 那Python呢 48.24% 看起来不错 那么再往下看 Java35.35% 那No.js TypeScript C Sharp 这种我们看一看之后 诶 我们去查 查Python Java No.js C Sharp C++ 这种它对于我们在开发上 有什么好处跟优势 可是我今天假设 我不会写软体 我是第一次学 那我想要学学看Python 因为它看起来最简单 那我们就先用Python下手 那首先呢 我们要先来收集我们想要学的东西嘛 那第一个你可以做的是 先去查Python 然后查Tutorial 你一定只看第一堂课 对它的语法有一些基本的 就是你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假设你今天学的是C++ 那你可能就要对它的语法 有一些基础的了解对吧 所以你可能先看Python的基础语法 那可能先看一个 maybe它的print是怎么运作 它的回圈怎么运作 那这样子大概就可以先有一个底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去找一些资源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是 那个要刷题嘛 先刷题做语法练习 所以我就先来MIT的OPIC CoreSquare 来找一些课程 那假设我们看到这一个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一篇作为翻例呢 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部分 就是它有影片 Lecture Videos 然后它还有那个Problem Sets 你可以做练习 还有Programming Assignments with Examples 你可以直接去看它的 这个作业跟相关内容 那Lecture Notes 它还会提供一些课程的重点整理给你 所以这一门其实感觉是不错 而且它不是这一位教授 所以也蛮清楚的我觉得 所以呢如果是我会选择这个 作为一个学习的课程 基本语法的练习的学习 那接下来我一定会遇到问题 那我要问 我要在论坛上的问 可是Sacro Flow 应该不会有人愿意去 他们会愿意 可是他们不会回得很快速 他们就是比较新加入的人 他们可能会想要帮助 其他一些正在问语法的人 但是有时候这个语法跟题目 其实你不一定要到那边问 你到一些小社群问 但是这边这个Python Discord 它是Python Discord社群 它并不是官方的 它只是 它有这样的一个社群 然后就越来越扩大 那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 好像二三十个问问题的频道 那你就可以进去那个频道 那个频道就跟那个群组差不多 可以进去问 那就不会跟别人有 就是别人在问你不敢问的状态 就是可以轮流问这样 那接下来就回到LiCo这边 LiCo它其实是比较偏向面试题 这些经典面试题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学的刷题 不是这种刷题 而是比方说你今天想要学演算法的刷题 你可能就要去看一些其他的资源 像CSPS 就是其他有一些是各个领域专门在用的 但如果你只要想要刷语法 或是你想要刷面试题 那当然是LiCo最好 那这之外呢 你还必须要有业述自己的完整学习规划 那完整学习规划呢 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简报 就是我们先去做一个Python的刷题 那基本使用资源 MIT语法课程 Python的Discord论坛 那LiCo的题目 当然最重要的一定是启程的目标 其实目标你没有的话 你很难去定下自己的学习进度 所以每个礼拜15题 一周做一组模拟面试 半年后对语法熟悉能够开始写专案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 这个其成的目标比你学习的资源还要重要 为什么因为 你使用的资源 它只是决定了你要怎么样去学 但其成的目标是决定了你整体的规划 就是比方说 它可以决定你学习的速度好远坏 跟快远慢 就是它的学习品质 这些都会影响到 所以其实这个规划上 我觉得目标跟其成是最重要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 就是遇过的鸟事跟一些常见问题 第一个是由于不觉要学什么 其实如果你有一个目标 像是你要写游戏你要写专案 这个其实蛮明确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部分你需要哪些 你要会哪些部分 就可以直接进去学习的 但是由于不觉要学什么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只是想要学真实 你没有特别的目标 你只想要学一季 一季的技能跟能力 那你在这样的学习状况下呢 你可能就会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学什么 可能就比较没有目标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你可以去评估你的接受的难易度 像最简单的文字程式语言可能就是Python 那Python作为第一语言 我个人不是很推荐 因为它有点 就是你没办法用它来打好程式的语法基础 如果你今天学的是Colin 那个它有韩式化 我觉得很好 但是假设Python啊 这样子 或是一些不需要用模组化 这样可能就会让开发者 或是学习者会有一些比较学习上的困难 那在这个 就是如果你先学是Colin Colin它就有 本身就已经有这个模组化的方式了 但是很多人都会推荐新手 要学这个 C跟C++ 那C跟C++ 如果你当第一语言学 你会很痛苦 因为它会是一个从入门到放弃的概念 它对于很多的学习者来说 它是非常不友善的 所以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解这个bug 适应它 但Python、Colin这些就不会 因为它比较直观 但是我个人 我是从C加加开始的 所以对于我自己来学习 是会有点痛苦 不过我还是撑过来了 那如果真的非常确定 自己想要走资讯这条路 想要达好很好的基础 我觉得C++这个一定要学会 但你不一定要把它当第一个 第一个你可以从Colin啊 或是JavaScript这种先开始 那开始完之后呢 你可以再进到 这些比较複杂 比较稍老的语言 那资源好多 好难选择 要怎么办 你可以先找一些 就是你在犹豫的那几个资源 然后去看一下 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 假设它是免费的 一定是要免费的 所以如果是文章 可以先看个一两篇 如果是影片可以先看个一两部 但是你在这一两个的过程中 你可以知道哪一个会比较符合你想要的 那其实资源好多好难选择 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透过你学习的内容来评估 比方说你今天如果是学基本语法 那你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影片 带你从头做到尾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专案 你想要看这个专案怎么写 你可以直接查别人原始码 然后来参考 所以其实这个资源是可以依照你使用情境 去自己选择的 达不到原本定的目标 其实不一定只有在程式上可以遇到 就是你可能定下了一个 你要一年后可以写一个什么样的专案 那你如果一年后其实写不出来 那你可以在那之前就发现 就是你不一定会到那时候才发现 你会发现自己的进度 并没有在你预计的那上面 或是你预计的其实没办法达到那种目标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可以去试着调整自己的目标 我的习惯是每一个小单位 像刚刚那个两个礼拜参考 而就完成一个程式理解跟阅读 这样子你就可以以两个礼拜为一个单位 然后来判断自己的那个里程碑 是不是合理的 或是也学习进度是不是合理的 bug解不完 这个大家都会遇到 所以不是只有在学特定语言或先手才会 到就是真正专业的工程师 他们也是会遇到bug解不完 那这个情况下 你就要去分析他的问题由来 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撑下去 不然就会学习到一半 所以总结呢 就是许最有兴趣的 别让自己学到痛苦 然后依照自己学的目标 稍微做一下调整 支援可以先看一两部影片 跟一两篇文章之后 再来做选择 因为你会知道 哪一个是对你最好的 每一个小单位 评估一次自己的目标 和学习进度来谨慎调整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定期的 在检讨自己的学习规划 跟进度而已 如果真的解不出来 先问认识的人 再不行可以上论坛发问 记住一定要撑下去 不然就会半途而废 OK 那以上就是这个课程的部分 那这个课程的作业呢 其实就是请帮自己安排一份 程式学习规划 内容可以多 上述提到的这个课程学习内容 然后你要使用的这个资源 还有你的期程跟规划 必须要写 那其他内容 你可以继续再增加其他栏 如果你有想到 那我的连络方式呢 是我的Go Zero Slack 是浩天 那我Telegram是 TD底线LU底线TW Email是 TD.LU.TW.GO.EDU.TAIWAN 那课程资讯跟简报 这些我都已经放在GateShop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就是把看一下这篇简报的话 你可以拿起手机 或是拿个扩充功能 把这个简报的QR Code 扫起来 那我这个连续 连到的是我的简报连结 所以如果连到的话 你其实可以 再回到那个Repository 然后就直接看所有的内容 我把教案 简报 然后课程的一些重点 这里都放上去 那课程作业也就是 记得要做这个学习规划 这个学习规划呢 不是只有用在现在 不管是不是有学生师 都可以用到 那我是TED浩天 祝大家在学习测试上 能够非常顺利 那你问题也可以来找我 来询问 谢谢